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 你让我们又可以有机会能够相聚在一起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 我们感谢你 我们凡事都可以借由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也感谢你主 因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 你是那不改变的神 我们总是有在里面有确据有盼望 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主要将我们现在这个世上的疫情 还有战争都将人手中 真的看到影响了许多人 还有很多的人正在这伤害当中 这样的一些的受苦当中 主要就求主你联名 也帮助我们主要在美国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能够借由祷告和各样的方式来关怀 来支助各地的需要 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光和世界上的眼 也特别是为我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些幸福小组 还有这些门讯还有教会的各样的施工来祷告 主要就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真的是兴起发光成为你 在这世界上所代表你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 跟随你生命所改变充满爱的基督徒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呢今天会来看第六节 也是诗篇第一篇的最后一节的这个 的前半段 那这边第六节他说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那因为是什么呢 那这边因为事实上是跟前面是有关系的 这边前面讲到的是二人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呢 二人的结果就是他会像康匹被风吹散 站立不住人是没有方向 然后呢在义人面前 他也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在审判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但是呢有一种人呢 也就是义人呢 他却是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那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二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原来罪人二人站不住 因为耶和华在这边是一个公正的审判者 但是呢义人呢站得住是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那这边讲到耶和华 我们就再次要提醒我们自己 就是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 他不是一个遥远的神 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他是希望我们认识他的神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的在乎 所以呢耶和华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名字 认识他 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 跟一个影响力 那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那为什么义人跟罪人有这么不一样的生命呢 或者生不一样的结果呢 因为呢耶和华知道义人 他知道义人的道路 义人所做的事情呢 耶和华都明白 那这个知道这个字 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叫亚大 那他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性的知道而已 而是一个这个亲密的一个知道的 所以呢 这边告诉我们这张 这张耶和华呢 是认识这个很亲密的认识义人的 所以呢 这义人呢 他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事情 他的道路 他的过去所发生的 他现在所发生的 他将来所发生的 耶和华都清清楚楚的明白 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原来很多时候在在难过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觉得说 神不在我们的身边 那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是一个孤君在奋斗 然后呢 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真的喘不过气来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是知道义人的道路的 那这个道路包括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的道路 我们在跌倒的时候的道路 我们在痛苦的时候的道路 耶和华都知道 那他不是只是单纯的知道 因为这个亚大这个字呢 实际上是代表一种亲密的知道 亲密到什么地步呢 实际上在亚当跟夏娃 他们同房的时候呢 这个同房这个字呢 也就是亚大 也就是知道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耶和华知道 是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在看说 哎呀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是呢 在你身边经历的 跟你一起经历 你现在生命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记得这个 Footprint的故事 就是沙滩脚印的故事 那我们也分享过 但这个故事真的值得 让我们去思想 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 就代表说 有一个亲密的陪伴一人 在一起走的 然后呢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 这个沙滩的这个脚印的故事 说这个人呢 在最困难的时候 只有看到一个脚印 他就问神说 主啊 为什么只有一大脚印呢 然后神就回答他说 因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背着你往前行的 那这个亚大这个字呢 就代表说 神真的是很清楚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 所遇到的事情 你心中最难过的地方 你心中最软弱的地方 你心中最不能够 劳恕的人 他都知道 但他仍然爱我们 而且他仍然愿意帮助我们 那这个是一个 神对我们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关系上面的一个在乎 那这边讲到的道路呢 事实上有些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神跟我们的同在 不是只有在 痛苦的时候同在 在我们得胜的时候 他也同在 甚至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胜呢 不就是因为神的应许吗 他说如果这个人 是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 昼夜思想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所做的事情都 尽都顺利 所以一人道路呢 在软弱的时候呢 有神同在 在刚强的时候呢 是有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在行走 这个天路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害怕 我们有一个确信是什么呢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得胜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软弱的时候 他也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在缺乏能力的时候 他也是我们的力量 那这是我们要去思想 所以但是他有个前提 他说前提是什么呢 他说要喜爱耶和华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所以呢 这一人呢 他跟耶和华 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 是一个爱的关系的 是一个彼此流通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就要去省察了 今天我们跟神 是有这样的亲密的爱的关系吗 我们当然都知道 神是很爱我们的 神的爱是不改变的 但是我们是否爱神呢 那我就想到说 有时候我会看一些韩剧 或是一些电影 那我看这些电影呢 我发现我有一个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是我不喜欢看这种 太悲伤的结局的电影 尤其在爱情故事里面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爱情的故事 最好的一个结束 就是说两个人彼此的相爱 然后过着一个永远的这种快乐的 一个充满满足的一种生活 那我深信呢 神也希望跟我们是有这样的关系 不是一个所谓的单恋的关系 或是一个悲剧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爱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爱他 实际上神呢 跟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 实际上神也是很爱这些 有罪的人呢 软弱的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爱世人 是将他祖神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呢 对好人跟二人呢 都是爱的 所以在马太福音 耶稣也这样教导 他说神降雨给好人 也给歹人 不好的人 甚至爱的 但是呢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义人 也就是愿意回应神爱的人呢 他们呢 会继续的跟神有个亲密 建造一个有福的人生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二人的话 我们就看到后面讲到说 他的道路却避免 那我们再一次就回到 Focus的前半段了 今天你是否知道 神很在乎你呢 今天你是否知道 神很爱你呢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今天你是否在乎神呢 今天你 我是否爱神呢 那神呢 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知道 他很亲密的知道 他这个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这个是一个 continuous tense 在原文当中 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 原来神对我们的关怀 神对我们的爱 是不停止的 是一直在走的 那我就想到说 如果神是这样的爱 我们是一个不停止的爱 好像是这种247的爱 就是永远都在在关注我们 在爱我们 在在乎我们的话 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心呢 有些时候 我觉得做基督徒的 我有时候也是很亏欠 在可能在周末的时候 特别亲近神 在周间的时候 并不会这么亲近神 如果一直很感恩 神让我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因为呢 这就让我一定要 在每一天都要花时间亲近神 尤其是在要讲道的时候 就会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 一直打转一直打转 所以我知道 我是一个很蒙福的人 但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愿意 做一个超越 只是一个周末的基督徒呢 好像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 往往都是居留在我们的聚会里面 不管是我们的主日学 不管是我们的主日的讲台 或是我们团契的小组查经 是否我们愿意超越呢 我也很感谢神 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 是每一天早上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但是是否我们愿意 把这个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拓展于超过于 只是早上的这半个小时呢 因为耶和华的知道我们 他的亲密的关注我们呢 不是只是一个短暂性的 而是一个持久性的 而且是随时随地性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知道 那这个知道呢 也再次的提醒我 就想到耶和书在新约当中 他说他是一个好牧人 他说好牧人呢 他认得 那个认得跟知道 实际上是同样意识的 他的羊 那他说我的羊也会认识我 也知道我 所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认识 爱我们神的羊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 回应神爱的羊 因为神既然认识我们 他也是我们的帮助 也是我们的力量 也是我们的寒食 也是我们的山寨 我们是否愿意 真的喜爱耶和华的立法 昼夜思想 常常与他同在呢 常常与他有着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常与他同在的时候 耶稣也给我们一个 很美好的应许 他说你们如果常在我里面 你们就多结果子 然后呢 在这边也告诉我们 也会叶子也谱个个案 我们的凡事也尽都顺利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能够知道神很爱我们 我们也愿意回应他的爱 也爱他回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是的 你真的认识我们 你真的接纳我们 我们所做不好的地方 我们的缺点你都看见了 主要但你仍然爱我们 我们的软弱你也看到了 但你愿意帮助我们 主要你也是说你就是来寻找 拯救那些时尚的人 那些有病的人 主要我们谢谢你 愿意用爱来做出这样的行动 来接纳改变我们 让我们因着耶稣得于得胜 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做一个心早的人 主要愿意你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都是时常的与你亲近 更多的认识你 跟你有个亲密的关系 谢谢你 让祷告我们耶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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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